走进这一家位于洛杉矶的杂货店 生活用品实物一应俱全 款式琳琅满目 不过认真看看 这一些竟然是毛茸茸的布料 以假乱真的技术可说是超乎想象 原来这都是店主斯派罗的艺术人生 每一件仿真品都是他一针一线亲手制作 在制作前 斯派罗还走访各大超市寻找灵感 不管蔬果或肉类都有一双小眼睛 这是斯派罗赋予艺术品的生命 的确一路走来不容易 因为这已经不是斯派罗开的第一家艺术杂货店了 之前在纽约及伦敦开馆之后 就引起巨大回响 顾客蜂拥而至 花了九个月制作的毛茬玩具 全被洗剑一空 对于这名年轻艺术家而言 这已经是一种成就 除了异常自己的儿时兴趣 也希望人们接触到玩具那一刻 能回归最初的童心 金钱在艺术领域里看似一种不可碰触的禁忌 但对于斯派罗而言 确实有不少人真的愿意 以金钱购买艺术品收藏 这也是艺术该有的价值 艺术家也因此能够继续创作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